Ladies and Gentlemen 這裡是機械長鐵熊廣播 歡迎各位搭乘機械航空公司 從 滋肉到健康的168號航班 為了保障您在機械過程中的 全程的舒適與安全 我們全程都會做肌膚監測 現在請您準備起飛放下手上的手 不能放手機 放手機就晚晚了 還要放什麼手機 各位街友大家好 我們這一集要來談雷射的照顧 可是在談雷射照顧以前 我們要先講一下那個 故事的原尾 因為最近我在Decat上出沒 就這樣飄來飄去這樣 然後有一次我就手癢 然後就回了一個說 他在問說 那個他想要去打電波拉皮 那是要選機器還是選醫師這樣 當然是選醫師要怎麼好討論的 於是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應該要去 思考你在開刀的時候 選手術刀還是選醫師 當然選醫師嘛 然後既然還有人跟我強將說 那個手術刀也有大把小把 還可以生根錢 廢話 手術刀割深色寫也是醫師決定的 於是我就突然想起一個 二十幾年前的故事 然後今天準備跟各位談一談 二十幾年前那時候 台灣雷射有一陣子在風起 然後就開始有這個 這個醫師出問題 那醫師出問題 然後當時康健雜誌就來問我說 為什麼醫師打雷射會有不同的結果 我就跟康健講說好 你問的問題很簡單 就為什麼台灣雷射會受傷對吧 當然雷射為什麼會受傷 有兩個可能 第一個他打得不好 第二個他打得不該打的人 我們講打得不好的意思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 打得不好很簡單 就是說本來他應該打三 結果你給人家打八 他當然燒到亂七八糟了 所以打得不好大家都聽得懂 可是什麼叫打得不對的 你回過我想想 如果我們還是用疾病來看 如果有一個很胖很胖胖子 然後換了那個盲腸眼 然後你去開刀 你那個刀子要下去大概四公分深 這麼深你才看得到他的肚子對不對 可是如果是一個小朋友 就是四歲小朋友不小心盲腸眼 你下去可能這麼薄大概零點五公分 肚子又開了然後你就可以看到盲腸 換句話說不同的人 你應該接受不同的雷射治療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你的醫師知道嗎 實話說我相信他也不知道 這就是為什麼 你打完雷射以後會受傷 要不你就是打錯了劑量 要不你根本就打錯了 好我們剛剛講完了要 選什麼樣的 雷射機種要看醫師 現在我們要來告訴你們 怎麼樣的術後照顧 我們先講很簡單的就是 沾前顧後 我們先講顧後 顧後大家要聽得懂 你打完雷射 雷射是一種燒傷 燒傷的意思就是燒跟傷 所以燒了以後你的皮會乾燥 因此雷射保濕是跑不掉 這大家都知道 然後傷口的照顧大家也知道 就是燒跟傷你都要照顧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是 你在照顧乾燥的時候 你在照顧那個燒灼的乾燥的時候 你事實上需要保濕乳液 對吧要滲入 可是保濕乳液的滲入 它是有劑量的 就是說你適度的滲入 它的皮會很健康 它也不會干擾它的治癒 就是說你今天給它吃 烏骨雞 你的目標不是要給它吃烏骨雞 你是希望它的烏骨雞能夠幫助它傷口癒合 可是它如果一個糖尿病的病人吃太多烏骨雞 然後它的傷口就血糖過高 持續潰爛這樣也不行 所以你的保濕它有固定的劑量 因此在 我們剛剛講到固後 可是在沾前的部分我們已經講過 就是你要選對正確的病人 然後正確的治療 正確治療後你在固後的部分 你還要確定你給予的保濕劑量 你給予的所有照顧 在整個發展過程中沒有問題 用醫療術語來說就是說 對於正常病人 你可以給它好的營養 然後其實就是肆無忌憚給 反正它正常嘛 它自己會代謝療 可是如果它已經有病人 你不要忘了 所有手術的病人都是已經有病 這些有病的病人 他們在給予營養治療的時候 要很嚴格去檢查它所有的那些狀況 特別以糖尿病病人來說 就是你晚點後你要去測它的血糖 不要讓它傷口溃爛 你給營養使它傷口溃爛反而是不好 所以一個正確的術後照顧就是 術前你要做肌肉監測去確定這個人能不能被打這樣 術後你在照顧的過程中你要做肌肉監測 確定你所給的治療並不會干擾他的治癒 我們談除斑雷射 事實上你們不知道的是除斑雷射其實是手術 雷射手術 所以我們回到最傳統的手術來說 手術之前醫師要先診斷這個人真的是乾斑 真的是乾斑 然後乾斑以後我們決定要打雷射 這個人能不能打雷射 就像這個人的身體健不健康 他能不能上手術台 你不要讓病人上手術台就死掉啊 所以如果不健康的病人 你要把他養到健康再上手術台 如果是已經健康的病人就打 第三個你確定這個病人可以打 選多少劑量你要診斷啊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你開進去的那個傷口可能是5公分身啊 那個是超級大胖子啊 那也可能是小朋友的0.3公分身啊對不對 所以第三個你確定這個病人以後要適度的給予治療 之後全部縫起來以後 你給術後的照顧 你要不斷去監控他 你要有科學證據知道你給的東西 他有沒有正確的吸收 他有沒有問題這樣 所以從頭到尾我們要講的事情其實很簡單 就是前面要有科學證據 告訴你這個病人你選的對不對 後面要有科學證據告訴病人你的治療對不對 這就是你在選所有的治療 雷射治療也好 電波拉皮也好 或者傳統治療也好 都是一樣你要做的事情 各位理科您好 哲理師機械廠鐵熊廣播 我們已經要降落在台北健康機場了 非常感謝您一路的陪伴 我們希望下次有機會再跟您相逢 非常感謝